本地鼓痛热症病例激增 一文滋生处也多了 随着鼓痛热症即将进入高发期 国家环境局和基层组织加强宣导 鼓励居民做好防文工作 记者谢新宁报道 58岁的陈德龙居住在五级芝麻一带的有地住宅 8年前他的女儿患上鼓痛热症 一家人从此不敢掉以轻心 陈德龙也会通过社区的聊天群组 同其他居民沟通 避免一文滋生 五级芝麻这一带是本地鼓痛热症高风险区之一 共有超过100起病例 为了提高居民警惕 基层组织将在这两个月加强宣导工作 每个星期也会进行一次加访 五级芝麻山这一地带有地住宅 很多的居民都花草树木也是比较多 有花园 花盆 这类东西 池塘 喷泉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自身一文的 国家环境局指出 2020年的苦痛热症病情最为严峻 当时病例一度飙升到每周1700多起 上个星期本地共有643起病例 比前一周多出了134起 一文滋生畜也增加 从2月的1300个上升到3月的2400个 增幅接近一倍 新传媒新闻记者谢兴领报道 新闻记者谢兴领报道